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材料有姜 大蒜籽 青辣椒 还有洋葱 还有香葱 现在先把洋葱给切了 把洋葱切成块 然后把这个大蒜籽给它切成片 我们把生姜也切成片 然后这个青辣椒给它切成滚刀状 好了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生火 准备炒鸡为虾 虽然夏天用柴火炒菜很热很辛苦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柴火炒的菜 非常好吃 铁锅炒大虾 我们现在把姜片和蒜片放到油里面给它炒香 我们放入一勺豆干酱 我们放入一勺豆干酱 让它炒出红油 然后把这个鸡尾虾放到锅里面 现在倒入青辣椒和洋葱 现在倒入青辣椒和洋葱 我们加入一点盐 因为豆干酱里面已经有盐了 所以不用加太多 我手上拿的是一罐啤酒 然后我们现在要加入一点啤酒 不用倒完了 倒入四分之一就差不多了 我们盖上锅盖 焖两分钟 把那个青辣椒焖炖生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最后撒上一点葱花 我们这道焖鸡尾虾就做好了 味道怎么样呢 待会等家人吃了再说吧 希望他们会喜欢 好了 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秋迟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香叶丫头 我们下期再见